哈囉大家好我是PFY 今天就是要展示一下目前最熱門的武將 泳裝艷雕學的技能啦 好 首先有這支影片 就要先感謝一下我們的乾爹 對方正在輸入中 感嘆乾爹 讚嘆乾爹 不過在開始之前呢 我直接說我的乾相好了 水槍射擊 這個技能 真的是爛 真的爛爆了這個技能 感覺應該說失望 比較合適 好 希望只是BUG沒有調整好而已 好 那我來講解一下 為什麼水槍射擊這個技能會讓我覺得很爛 有失望的原因 好 首先技能展示 首先先給大家看一下 泳裝艷雕學這個技能動畫 噴雪廣場呢 就是三人泳泉 寒霜動練呢 跟進階解狀大家都知道了 水槍射擊就是單人解狀 加上三下打擊的特效 然後傷害呢 也是跳三次這樣 好 再來是傷害測試的部分 剛好乾爹有一隻數值跟能力都差不多的 二轉石廣源可以當作測試 二轉石廣源呢 等級66 智力211 然後二轉泳裝艷雕學 等級60 智力202 好 技能寒霜動練的傷害兩位都差不多 至於石廣源的冰旋轉 跟泳裝艷雕學的水槍射擊 傷害呢 其實也差不多 看起來就水槍射擊的定位也是設定在一轉技能的傷害這樣 好 再來是BUFF測試 這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泳裝射擊的解除狀態的攻擊方式了 官方的解釋如下喔 水槍射擊 全新技能 解除敵方一位敵人的狀態後 再造成傷害 不可合擊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找了幾個比賽比較常遇到的技能 來嘗試給大家看看 首先呢 是最常用的隱身 還有隱分身 其實就是隱身啦 對 我找來諸葛亮來試試看 結果呢 結果竟然 完全不會出手欸 泳裝艷雕學完全不會出手 那官方不是說解除狀態後才造成傷害嗎 好 那接下來是零轉時期的神技結界 好 找浮男的泛玄來當一下實驗品 結果呢 竟然跟一般技能一樣 反正打結界也是miss 我已經覺得有點無言了 結界跟隱身都不能處理 那這招還有什麼用處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禁 由於呢 找不到零轉就會帶禁的NPC 所以來周副本找黃金勇士嘗試一下 把怪都清光後呢 這次終於看到水槍射擊有起作用了 確實把禁給解除掉了 然後造成傷害 好 最後補充一個放大數 來到劍夜找孫全 很明顯的 打完之後孫全就會變小了 所以水槍射擊是可以在狀態消除後造成傷害的 是沒有錯啦 但是對於隱身跟結界這兩個較常遇到的技能 卻還是沒有辦法 實在讓人蠻失望的其實 不過我個人比較希望這是BUG 希望官方可以修正這個錯誤 不然這個誘因實在是 蠻不高的其實 最後的最後 發現冰封跟縮小這兩個debuff 都一樣會把對方解除狀態後 然後再造成傷害喔 我想其他控制技能 旋風術精也是一樣的 而總體而言呢 對這個技能其實還蠻失望的啦 還以為這是一個在未來可以打破狀態 又可以傷害的新玩法 不過還有一些二轉技能還沒有測試就是了啦 不過似乎感覺一樣 像是結界的進階金鐘罩 感覺一樣會miss 隱身的進階無影無相 感覺一樣都是點不到 呵呵呵 不過上面這兩個技能 我都還沒有東西可以測試 如果有測試過的人 可以留言下來給大家知道 那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喔對了 Discord群組已經開放了 想在我直播的時候 除了文字跟我聊天以外呢 也可以加入語音頻道一起玩喔 然後我昨天回到家已經半夜了 所以就拋棄了真菜兩個人 呵呵 總覺得下一次開直播又會被嘴一波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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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